各位親近 各位長官 大家午安 接下來就是今天的報告就是 儲藏溫度雲包裝方式 對中山月包裝方式 那首先是簡單介紹一下它的背景 就是說我們宜蘭地區的阿蠟 就是蕃石流的部分 跟我們西部地區種植的品種是非常不一樣的 那我們這邊都是地方品種 那主要有兩個品種 一個是中山月靶 就是頭城地區的中山月靶 那在頭城融會這邊的話 他們其實也有推出自己的品牌 然後就是甜心拔蠟這樣子 然後那以前是叫做鹹水拔蠟 因為它都種在海邊 然後所以說叫做鹹水拔蠟 那另外一個就是園山地區的紅肉靶 那比較特別的地方在於說 因為我們這個中山月靶跟一般我們大家平常吃到的那個珍珠靶 或者是新世紀 或者是帝王靶 這些拔蠟是不一樣的 因為它是會有更年性 就是簡單的講 什麼叫更年性呢 它就是跟我們人一樣 就是我們就是到了一個年紀以後啊 然後過了一個頂點以後 然後它可能就是會急速的就是敗壞 或者是它有一些果實的特性會改變這樣子 那因為在班石流的彩後儲藏事業已經做很多了 那我去看以前的研究部分就發現 奇怪為什麼這個中山月靶跟紅肉靶就是在宜蘭地區的這些特性品種做的研究很少 然後所以說才會想到這個 那其實在這個中山月靶來講的話 那因為它的風味很好 所以說那他們其實有開發一些產品 那包括就是這個果凍啊 然後或者是這個 茶的部分這樣子 那其實不只這些 那因為其實像大家想就知道 就是我們平常吃的珍珠寶或是帝王寶這些 他們雖然很甜很脆 可是它的香氣不夠 那所以說他們就比較難得做一些加工品 那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所以這個中山月靶這個品種 其實它不只做這個果凍 然後其實它主要的還是做果汁 然後或者是果醬之類 然後也可以提升強調它風味的產品 那那可是因為 就是我去年去年醫院到的時候 我就發現就是去看帝蘭地區的果樹 然後去做一個了解的時候 我就發現為什麼為什麼 對不起 就是他們在整理的時候啊 那其實他們很多整理其實都是 都是小家庭式的 然後他們整理的時候 大部分就是這樣 就是如果說他們家裡沒有沒有冷藏設備的 那其實他們採下來以後 就是用這個籃子裝起來 然後他們為了要降除田間樂 所以他們就是墊淋被 然後灑水 然後底下鋪冰塊 然後那我就覺得 奇怪 跟我在學校學的不是放冰箱嗎 然後 對啊怎麼會是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不行 我就有這個使命感說 我要來幫助這個產業這樣子 然後就去問 那其實 後來的了解啊 就是因為 他們其實採收以後 其實他們經過這個簡單的選筆 然後 其實他們大部分都是交給中盤 然後所以說交中盤以後 然後他們可能這個 採下來以後 那中盤可能會隔一天兩天來收 那他們採收的量一次就是幾百斤 那所以說他採下來 那如果他沒有冰箱的話 他就是這樣子處理 他只能這樣處理 那所以說 那其實今天那個投繩農會 那個退光股的股長 還有 補導員 還有那個 產銷班的班長他們都有來 那其實有 有產銷班的 那其實他們 農會都會輔導他們做一些冷藏的設備 那所以說今天做這個就是希望說 可以讓 投繩地區的農友知道說我們做這些其實真的是有差別的 那所以我們就來看看說 這邊也要先講一下 其實他們採下來以後 經過分級選別以後 那他們 有的 他的果然裡面 其實他的把它就直接放進去這樣子 那他是沒有在服務塑膠墊 然後 那這些後面會跟大家講 為什麼要服務塑膠墊 還有溫度的差別這樣子 那所以說 一開始我們就是想說 那最基本的 我們就貼切他們的需要 那就是說 因為如果有 有冰的跟 就是有儲藏設備的 有低溫儲藏設備 跟沒有低溫儲藏設備的差別 然後也希望說建立一些標準 那所以說我們一開始在儲藏溫度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是設立了 呃 四個溫度 其實是三個溫度 五度 十度 四五度 那二十度是 室溫 就是 就像剛剛 剛剛一開始看到這個 其實就是室溫 那我們有去量這個溫度 大概他就是放那個碎冰 跟澆水以後 那這個大概是二十到二十二度左右這樣子 所以我們試驗的時候就是這個 呃 冷藏的部分就是設這個二十度 然後我們調查的香味就如上 然後我們就直接來看就是說他在 那 因為有跟 呃 室溫大學合作嘛 所以說有做一些基礎的生理調查 就是他的呼吸率跟乙吸的部分 那可以看到就是說在 在在二十度C的部分的話 那其實他大概 這邊可以看到 呃 就是淺藍色的部分 只有到第八天而已 然後 呃 這是因為他超過第八面以後 他的腐氾率就已經太高了 所以我們後面就 就沒有再繼續做調查 那所以說就可以看到就是說 他的呼吸率部分的話 其實在 淺藍色二十度C的話 大概在第八天左右這樣子 那其實他 呃 很明顯的二十度C 他的二氧化碳就是跟我們 呼吸率就是我們測他的二氧化碳的 含量部分的話就是比其他 五度 十度 十五度來高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就是說 其實在五度C的部分的話 他的儲存溫度 其實我們都可以測到三十二天這樣子 然後那十度C的話 大概只有到二十天 那所以說他的呼吸率去 呃 應該是 他就是上升以後再下降 那其實四個溫度都有這個趨勢這樣子 那再來是乙吸 那乙吸就是剛剛講到就是說 其實乙吸是主要造成他會有後手 那這個後手乙吸 其實大家 呃 嗯 怕農友不了解就再講詳細一點 其實就是我們赤香蕉 我們買回來青香蕉 我們不是要放電子 看點鈕 那點鈕就是他產生乙吸 那乙吸就是讓他產生更多的氧化碳 造成他後手軟化 他會有更多的響氣 可是他只要一旦進入那個後手軟化以後 就會縮短他的儲存之間 那所以說我們要測試說 他自然產生乙吸的量到底有多少 那可以看到就是說淺藍色的部分啊 跟這個15度C的部分 那個淺黃色的部分來看的話 那其實在第四天 我們每四天測一次可以發現到 就其實他四天測的時候 20度C放四溫真的 放到第四天大概都不行 我們都錯過測到他乙吸的高峰 那為什麼要測乙吸的高峰 就是因為我們想要去精確的評估說 他到底可以放多久 他乙吸產生的高峰到底是 就是第幾天 那可以看到就是說 一樣的 在淺藍色20度C的部分來講的話 這僅供參考 那可是在45度C的話 其實大概在一個星期 他可以放一個星期 所以說只要我們降溫的話 其實對他來講都是有幫助的 那至於在10度C跟5度C來講的話 那其實他的後面 在後續都有測到這個乙吸的部分 那這是生理的部分 那其實對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比較在意的是他品質的部分 那他品質的部分 可能可容性不行 或是我們說的低度 他的糖度到底有沒有差 那其實可以看到就是 不管B在什麼溫度 其實他的差異是很大 我們統計上面來講是沒有差別的 就是說不管B在幾度 其實他沒有差別的 但糖度沒有差別 可是在可滴滴氫 可滴滴酸的含量來講的話 這個就有很明顯的差別 就是說在20度C來講的話 那其實他 就是不管儲存在幾度 但其實他就是 我們說配身 就是我們放到後手以後 他會退酸 那其實就是 放到後面的話 其實他酸度都會退掉 然後所以 就是都有這個趨勢 那只是溫度越高的話 他退酸的時間會越快 那 施重率來講的話 就是說我們在第四天的時候 跟第八天的時候 其實一樣 隨著溫度越高 隨著儲藏時間越久 那其實他的施重就會越多 那最重要是這個輔藍率 那其實可以看到就是說 其實在第四天的時候 五度C跟十度C就是前兩 藍色跟紅色部分 其實四度C是沒有爛的 那到第八天的時候 那其實五度C的話 他只有爛一些 大概百 八趴 然後 十度C的話大概將近二十趴 那可以大概 我們固然就是可以 撐到大概兩個星期左右 那大概五度跟十度的部分 大概就會爛到一半 那其他的溫度的話 大概都不行 大概撐不到一個星期 所以說簡單做一個 在儲藏溫度來講的話 其實就是要低溫啊 低溫真的可以延長 長大的儲藏的時間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就是包裝方式 就是剛剛有看到 就是我們在樹上包的芭樂 其實他就是套樹果網 在套塑膠袋 那他採下來以後 其實他就會解開那個塑膠袋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去比較說 他有塑膠袋沒塑膠袋 有塑膠袋 有塑膠袋沒塑膠袋 這四個那個 處理組合到底有什麼差別這樣子 那同樣在呼吸率這部分來講話 那這邊可以看到就是說 有塑膠袋的部分 因為他 有塑膠袋的塑膠袋 就是悶在塑膠袋裡面 所以說他的呼吸率跟他的 呼吸率來講的話 可以看到這個 尤其是越到後面的時候 有塑膠袋的 他的二氧化碳都會比較多 因為他就悶在裡面 沒有塑膠袋的就不會有這樣子 可是在儀溪來講的話 那這邊可以看到 其實他是沒有差異的這樣子 可能就是他在前面儲藏的時候 他的儀溪高通 其實是會累積在他前面幾天的時間 那同樣的在糖度來講的話 他是沒有差別的 那在酸度來講的話 然後他也是 目前四個包裝方式是沒有差別的 那所以說我們就看說 在濕重率來講的話 就可以明顯看到下面這兩條線 跟上面這兩條線的差別 就是說有塑膠袋的 因為他有塑膠袋 所以說他可以預防他的水氣跑掉 所以說他的濕重就會比較小 那可是沒塑膠袋的 這兩個就會比較多這樣子 然後在濕濕濕來講的話 就是 同樣的就是 藍色的跟黃色的來講 然後就是有塑膠袋的 因為他有一個防護 然後所以說有塑膠袋 他可以 就是他的濕濕濕不會爛的那麼快 他沒有塑膠袋的就會爛的比較快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們再看這個 就是說 尤其是 這是第四天 其實他這個包裝方式是沒有差 可是到地方天的時候 那個沒有塑膠袋 就是這邊寫蘇果網跟蘿果的部分 他就已經有一些癌癌症狀 那到 十六天的時候 癌癌症狀會更明顯這樣子 那所以說這邊就是 做一個小結 做一個結論就是說 呃 斑石流 就是中山月把 還是希望農友可以盡量在 補肚膠袋的低溫牆 然後以 PE代加速過網的方式包裝 那這樣子的話 至少我們可以維持一個星期 那這個一個星期有多關鍵呢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 呃 巴拉中山月把 頭上中山月把 然後他賣的時候 其實他大概一個星期內 他就賣到 就已經送到那個 零售市場 或是消費者手上 那所以說如果他可以賣 呃 在這個一個星期內 然後我們可以把完好的果子 送到消費者手上的話 那其實對農友來講的話 其實對他的利 呃 對他的利益來講是最大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呃 這個如何應用 那就是說在希望啊 就是希望 農友 就是我們一開始看到那個照片 如果他沒有加入產銷班 我們還是希望可以 輸導他加入產銷班 然後跟他強調說 這個低溫儲存的好處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希望未來 因為他交給中盤的 離售價錢 今年價格很好 大概是60塊 然後可是 如果他是 離售的 他做宅配的話 然後他一公斤可以賣到 一百個 是大貨 然後所以我們就希望說 那至少他 他未來的規劃就是說 呃 如果他做宅配的話 或是做送物流的話 然後可以以低溫儲存的方式 然後 那也是我們未來的 技術方向 然後謝謝你 提及時指導